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上好 總編輯事件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杜萍 香港修理風波 中國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了 那麼18號還有很多示威者 在金中一帶遊行 與此同時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世界各地也有大批的中國遊學生 海外華人華僑 自發地舉行了愛國護港的集會遊行 澳大利亞的悉尼當地華人 在17號上午就發起了和平遊行 並且舉辦了 準備了向香港暴亂說不的 這個標語橫幅 那麼悉尼市政廳一度被五星紅旗 其香港特區區旗和標語所覆蓋 另外呢 在英國倫敦 愛丁堡等地 17號也有部分的港都示威者 在街頭上示威 並且高喊口號 但是隨後被數百名在場的 留學生和僑胞 國歌聲所淹沒 有趣的是 還有一些 留學生現場合唱了張信哲的《過火》這首歌 《用怎麼人心犯了錯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火》的歌詞 來回擊示威者 那麼在法國巴黎呢 也有類似的對峙的局面 當有示威者喊出香港的時候呢 華人留學生就在對面 有法語接著喊出是中國的 那麼這種話呢 就是喊話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引得很多外國 包括法國民眾駐足為觀 對此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19號表示 海外中國公民參加涉港遊行 對妄讀分裂國家 抹黑中國形象的言行 表示憤慨和反對 這完全是理所應當的 也是情理之中 但同時呢 也希望每位中國公民 能夠理性地表達愛國的熱情 能夠注意保護自身的安全 好 這個事情呢 其實也不必多評了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當然有一點就是 現在在海外留學的學生 差不多也就是00後啊 一般的人講的話 他們可能對政治這個默不關心 但是呢 從這次事情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就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確實也牽動了每個人的心 所以呢 就是對這樣的一些 熱情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 值得鼓勵的 但是呢 在過程當中 當然也要表現出更加理性 然後當然就像外交部發言人講的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聞呢 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發布了 關於支持深圳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的意見 意見涉及到深圳的戰略定位 具體的措施 以及發展目標等等 那麼受到利好消息的刺激呢 後生兩世 周一集體高開 創業版紙盤 中呢 創了5月以來新高 超過了50支深圳本地的股漲停 看一下報道 意見強調了深圳的五大戰略定位 包括高質量發展高地 法治城市示範 城市文明典範 民生幸福標杆 和可持續發展先鋒 五個方面 對深圳的經濟體制 法治環境 民生發展和生態空間 做出規劃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 吳斯康表示 深圳要建設的先行示範區 改革廣度和深度 都超越以往 過去的經濟特區呢 是一個單向的經濟的 單一的經濟上的這個功能 那麼現在呢 是從這個無一體 從這個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 生態 要成為全球的標杆城市 所以對這個特區的這個要求 和這個使命呢 更加重大了 他也表示 深圳示範區的建設 對粵港澳大灣區 民族法治建設 文化 生態 文明 將會起到示範帶動作用 那麼通過深圳的這個 這個核心引擎的功能 去增強 通過它的發展 也是跟這個整個區域 就是對廣東也好 對這個港澳也好 都會帶來更多的 這個發展的機會 目前 深圳正在加緊開展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實施方案的 研究起草工作 深圳市場監管部門表示 意見的出台 為深圳對標 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提供了政策優勢 這一次的意見 提出給深圳 要綜合改革的授權 另外有立法 做一些變通的規定 那麼這個確實是 給我們很大的政策支持 可行性分析好 也把風險性把握好 這樣就確保在先行示範上 能夠取得良好的時效 使改革能夠落地生根 分析也認為 深圳帶推動建設 先行示範區的過程中 還要在完善法治社會建設 創新更加科學高效的 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等方面 進一步改革創新 鳳凰衛視 陳雲熙同湖宇丹 深圳報導 好 深圳這方面的消息 其實昨天公佈之後 其實很多人應該會感到很突然 因為事先也不知道在這個時候 就是突然就公佈了 這樣一個重大的決定 當然這也是深圳發展 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所需要 40年之前 深圳也在全中國 這個改革開放當中 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開拓作用 因為過去曾經稱為 這個深圳 最早到深圳去的一些內地人 都被認為說是拓荒牛嘛 所以深圳在這方面 其實有拓荒的作用 但是過去那個作用呢 實際上是僅限於經濟改革 那麼在現在這個時候呢 它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根據這一次的 中共農業號國務院 關於涉及到建設深圳 這個先行示範的這個城市的意見 裡面其實涉及到方面 應該是可以包括所有的方面 包括不只是說經濟改革 科技 衛生 什麼醫療 教育 當然還包括比如涉及到法律問題 涉及到還有這個社會管理 甚至是政府的管理等等方面 幾乎可以說是涉及到所有的領域 那麼在這方面進行先行先試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具有戰略意義的一個事情了 那麼深圳做得怎麼樣 當然肯定會對全國 很能夠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榜樣的作用 深圳只能做得好 不可能 不能做得 做得差 因為中央政府對這個 應該是非常的重視 可以說對未來一段時間裡面 深圳所享受的一些政策上的優惠 所以應該是會很多 所以將來這些年裡面 我覺得深圳的發展速度 應該是非常之快 這一點應該可以說 中國能想做的都能夠做得到 另外一方面的意義 是在政治方面 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看在中央這份文件裡面 它的標題就是支持深圳 建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個所謂的示範城市 你為什麼把中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幾個詞放在裡面 實際上表明它就是說 對制度自信 要在新的探索當中 使得這個社會主義特色的這個制度 能夠進一步的完善 而且能夠發揮它自己的優勢 而且是臨近的就是香港 香港是資本主義這個制度 所以呢 深圳要做得好的話 可以再次證明 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制度 它的優越性 應該說可以更加 能夠有更大的發揮這個空間 實際上呢 我個人感覺跟香港有這個 可以說既有相符相成的作用 同時另外也有方面是一個制度上 有一個競爭的作用 好 美國總統特朗普18號再次表示 不相信福克斯新聞電視台 最新的民調數據 那麼近期美國多個不同機構的 民調數據都顯示呢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 正在逐漸地下滑 而且反對力不斷地攀升 我們看一下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18號 動身前往競選集會前 再次抨擊福克斯新聞台的 最新民調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當天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辛罕布什爾州 進行競選演講時 就曾抨擊此民調是假新聞 我看到一些偽訪投票 被傳出的偽訪媒體 我曾說我跟三個選舉 是國際民調 我跟新加州在新加州 我沒有想到 可能是 福克斯新聞台日前公佈最新民調 其中調查向受訪者提出了 四個假設性問題 假如最終的共和黨候選人是特朗普 而民主黨候選人分別是拜登 哈里斯 沃倫或是桑德斯 選民會如何投票 結果顯示在每一種假設情境下 特朗普的民意都輸給了民主黨候選人 福克斯的民調還顯示 選民對特朗普的不支持度攀升至56% 正在逼近其歷史最高數據57% 此外 各新聞媒體以及專業民調機構 近期的民調數據都顯示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正逐漸下滑 不支持率則日益升高 根據各項調查中的提問 導致特朗普不支持率上升的影響因素 包括近期槍擊案頻發 和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另外特朗普總統18日證實 白宮正在研究從丹麥 購買世界第一大島 格林蘭的島的想法 但是還是認為說 這不是一個首要的任務 我們看一下報導 特朗普當天在新澤西州 向記者表示 他在戰略上 對購買格林蘭感興趣 白宮內部曾討論有關事項 他又指格林蘭對丹麥 構成龐大的財政壓力 美國希望幫助丹麥 特朗普九月將會到訪丹麥 在哥本哈根屆時會與丹麥首相 弗雷澤里克森與格林蘭首相 基爾森會面 討論北極事物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 18日接受福克斯新聞訪問 正是特朗普曾私下與幕僚 討論有關事項 但指事件正在發展 現階段不想預測結果 位於北美洲東北方 北冰陽和大西洋之間的 格林蘭主權屬於丹麥 但享有高度自治權 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 當天回應庫德洛指美國 想要購買格林蘭島 想法荒唐可笑 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曾形容 有關想法是愚人節的笑話 格林蘭島自治政府外交部 日前也在社交網絡上明確拒絕 表示格林蘭島 擁有大量寶貴資源 可以開放做生意 但不對外出售 當地居民批評 特朗普態度太過傲慢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什麼叫財大氣粗 特朗普就是說 美國現在依然很強大很有錢 所以可以從別的國家裡面 買一個島回來 這就是特朗普的這種 所謂的自大的這種再次的體現 當然我們說他自大的話 應該對他算比較客氣了 如果說從丹麥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簡直是瘋狂 不可理喻 當然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可能都會對特朗普 這樣的一個想法或者說法 都感到很滑稽 開始的時候都認為他是開玩笑 但是後來他再三證實 他確實是在考慮 白宮確實是在考慮 可惜丹麥估計可能不會賣給他 因為賣土地 過去他作為商人來講 作為一個開發商來講的話 可能是賣慣了 但是從另外一個國家 把整個島都買回來 這個可能就在19世紀以前 可能是發生過 但是20世紀 21世紀 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特朗普可能還是 就是說這個 還是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來 我覺得還是從他自己做商人的 本能來看 就是那塊島 好在什麼地方呢 他說有戰略意義 這個戰略意義在哪裡 當然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這是北極圈嘛 就是特朗普 美國如果把格林蘭島站住 然後對這個軍事戰略 等等方面的意義都很大 但是我覺得特朗普 估計可能沒有那麼大的 沒有那麼長遠的考慮 因為我估計他們 他現在考慮的東西 都是眼前的一些利益 這個利益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他考慮的是一個地下資源 格林蘭島現在就是說 很多地方沒有開發 當然就是也有開發的地方 這個礦產資源比較多 特別是稀有金屬 這稀有金屬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跟現在的 中美貿易戰 直接有關係的一個 所謂的就是稀土 稀土含量 或者是儲存量應該比較多 所以特朗普呢 估計可能是看上了這個 如果真的是為了稀土 而去買格林蘭島的話 我覺得特朗普也實在太 這個急功近利了 所以呢就是從這個丹麥的角度 從所有的國家的角度來講 特朗普在 反正他的話 反正聽聽就完了 我估計這個事情 他可能永遠做不到 好 另外一條消息呢 是華為問題近期 再次遇到了波蘭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周末表示 根本不想同華為做任何生意 那麼這就使得外界質疑 美國是否將遵守諾言 對美國企業向華為提供 這個共和呢 予以寬限 對此呢 中國外交部19號做出回應稱 美方何時兌現承諾 事實關本身的聲譽和公信力 希望美方能夠說到做到 外界原本預計 美國商務部將於周一宣布 把美國企業與華為開展業務的 臨時許可延長90天 但就在周末 特朗普表示 美國根本不想同華為做生意 並表示將會在不久的將來 做出決定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19號回應稱 希望美方兌現承諾 停止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 無力打壓 美方何時兌現承諾 如何兌現承諾 事關美方自身的聲譽和公信力 國際社會也都看在眼裡 我們希望美方能夠說到做到 停止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 無力打壓和制裁 以公平公正和非歧視的方式 來對待中國企業 多做有利於促進中美經貿合作 健康穩定發展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不過對於中美經貿磋商的進展 耿爽並未表達出悲觀態度 他透露中美經貿團隊 一直在保持著接觸 中方也希望同美方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希望美方能同中方 共同努力來落實 兩個元首大本會晤的共識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通過對話磋商 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大家也都注意到 中美兩國的團隊也保持著聯繫 上週二 劉鶴副總理應約 同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 美方的牽頭人也通了話 而至於中方團隊 是否將按援計劃 於9月赴美進行下一輪高級別磋商 耿爽則沒有給予正面回應 鳳凰衛視您想問王磊 北京報導 好 現在請看一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的重要標題新聞 休息一下再回到左邊的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聖副總理應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萍 据外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 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F-16V战机 那么对此呢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号称要求美方立即取消 有关的军售计划 否则一切后果必须由美国承担 台湾军方在2月向美国提出 购买66架F-16V战机 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证实 已经批准售台F-16V战机 并指这笔交易价值80亿美元 将带来很多钱和工作机会 国民党智库认为 特朗普政府辞取仅是为美国利益 对台湾有害无力 国民党智库表示 美国在台湾各政党布局2020大选之际 宣布对台军售 明显是想操控选举 但无疑让已趋近冰冻的两岸关系 雪上加霜 台湾的安全不能完全依赖军事力量保护 因为那是不够的 还要依赖就是政治的关系的维持 就台湾应该设法跟中国大陆 要维持稳定的政治关系 雙可以坐下来的谈 对于心机筹获时间 台军估计至少要到2023年后 另外台军智库表示 由于台湾西岸军事基地几乎已经饱和 考量隐蔽性和战略位置 可能会部署在台东基地 凤凰卫视蓝镜图蔡荣人台北报道 好 最近我看到美国的有一篇分析文章 就一个题目就讲到 就是说讲到特朗普到底是想打赢贸易战呢 还是想打赢选举战 这两个方面好像看上去是一致的 就是贸易战跟选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贸易战打赢了 选举可能就会成功 但是往往就是在特朗普实施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使得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 也就是说相互抵触 你比如讲到比如说像 在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 他用其他的方式 打其他的牌来压中国 包括比如说像台湾出售武器 像台湾出售武器 特朗普的本身的意义就是说 对中国进行更大的施压 那么中国只好就做出让步了 是这样的吧 但是到最后还能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你在台湾问题上就得罪了中国人 让中国觉得是核心利益 你随意在挑衅 随意在损害 所以我反而在贸易问题上 我不给你做出让步 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方式了 另外一个包括比如设计到就是 但是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特朗普做的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为了让中国在贸易谈判当中 就是做出让步 所以他把香港也作为一张牌来打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贸易归贸易 如果你在香港台湾问题上 跟中国过不去的话 对不起 贸易问题上咱们谈的 也不可能那么顺利 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这篇文章的分析 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 到底他是要想要什么 到底是想要贸易呢 还是想要这个大选的结果 搞到最后应该说两个都要 可是到最后可能两个都不一定得得到 福克斯电视台 刚才我们的那篇新闻里面已经看到 就是福克斯电视台本来就是对特朗普是最好的 特朗普可能平常看的电视就是福克斯 但现在搞到最后呢 福克斯做的民调对特朗普非常的不利 就是说跟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 如果要PK的话 特朗普都会输 所以他现在又把福克斯做一个fake news 就是说假新闻这样 所以搞到最后呢 就是实际上特朗普 所有东西都想要 所有的牌都要打 但是打出去牌之后呢 又跟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完全不一致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反正出而反而 确实是出而反而 说是没有什么公信力 确实没什么公信力 不值得相信 确实不值得相信 所以对美国民众来讲的话 部分人肯定还会继续支持他 但是呢 在明年的选举当中 我觉得真的有点危险 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当选 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好 下面的新闻 那是国民党大选参选人 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在假日积极走访的基层 拉抬自己的选情 并且声称说自己 遭到了参政政府的打压 那么对此呢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回批 说韩国瑜仍然活在戒淫时期 我们看一下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征战当位 利用假日时间走访基层 但他十八号在新竹公庙的活动上致死时 麦克风一度没有声音 他立刻怀疑被民进党动手脚 并预告绿营对自己的抹黑攻击 会更自无忌惮 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国家机器来打压 民进党执政 对异己跟反对党的手法跟手段 大家都了然于雄 也希望蔡英文总统专心选举 不要用这些国家机器 在建时代我们从政的人 常常被国民党用小手段 来让我们麦克风消音 甚至于电线剪断 那现在已经进入民主时代 韩国瑜还留在戒严的时代 戒严心态 除了与苏贞昌城乡舍战 或许和韩国瑜颇有交情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近日也频频开炮 透露自己多次南下高雄 韩国瑜却必不见面 大算他权力欲望太高 韩国瑜遭绿白夹攻 加上蓝军分裂 无法整合 选情出现隐忧 最新民调显示 韩国瑜从党内初选胜出后 民调连续五星期下跌 支持度调到34.2% 若和民进党的蔡英文对决 则落后有7.8个百分点 党内人事忧心 韩国瑜如果无法一统蓝军 抵御绿白攻势 民调仍会持续探底 难以逆转 凤凤卫视彭氏廷成文堂 台币报道 日本和韩国最近因为贸易纠纷 关系持续地紧张 那么韩国国防部19号 在记者会上 对举行独岛防御演习 保持谨慎的态度 并且指相关的日程待定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珠 当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韩方仍然在审视独岛 海上演习的日程以及规模 并指当中涉及多个考虑因素 崔显著又指 连演的细节可能会随着情况而改变 韩国海军 空军以及海警 每年6月和12月都会在独岛举行连演 以确保部队处于战备状态 考虑到近期对韩日关系的影响 韩军将独岛演习 推迟到光复节前后举行 并研究扩大训练规模 但是由于最近东海天气情况 以及下半年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日程 等因素 韩国军方重新协调训练日程 据了解 本周中日韩外长在北京会谈期间 日韩外长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因此有消息指 演练可能会推迟到本周以后才举行 分析是 基于对民众舆论和韩日关系的考量 韩国政府和军方对演习采取谨慎态度 保持战略模糊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的新闻报道 那么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